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涵盖了从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 到加拿大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 再到住房危机和政治纷争的最新进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加拿大这片土地上 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金融市场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 近期对其顶级股票选择名单进行了调整 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分析师 对银行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 加拿大的民主制度在国际学生的问题上 显露出脆弱心 其中涉及到了外国干预的疑虑 而在公司内部交易方面 有人通过出售股份大赚一笔 这些都是市场参与者需要关注的重要信息 接着我们来看看加拿大的住房和政治问题 加拿大正面临住住房危机 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以保护租赁单元 并使住房更加负担得起 然而加拿大总理和各省省长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深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社会支出方面 此外加拿大情报官员发现了涉嫌外国干预的事件 这强调了加拿大在保护民主和人权方面面临的挑战 最后让我们来聊聊一些国际新闻 美洲国家组织对秘鲁民主状况的关注 加拿大成为伊朗政权官员的避风卡 以及加拿大税务局提高对未充分使用房屋税认识的努力 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在面对挑战时的多样化反应 这些事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在保护民主国 人权和公平社会方面的努力与挑战 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这些新闻概述仅是冰山一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报道和深入的分析 我们下次再见 在进入市场的风云变换中 The Globe and Mail近期报道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弹 首先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 对其顶级股票选择名单进行了调整 从中移除了Sung Core Energy和RC Resources 两家能源公司 原因是这两家公司的动力和增长得分在减弱 取而代之的是加入了ChChain Gen Conker和TS Corporate和TS 此外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分析师Zorah Bufa-Healy 对加拿大银行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他预计当前季度银行业的逆风将消散 利润增长将加速 与此同时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似乎在国际学生的问题上显露出脆弱性 The Globe and Mail的另一篇文章 揭露了一起涉嫌外国干预的事件 其中中国官员被指控向在加拿大学习的国际学生发出含蓄威胁 暗示如果他们不支持某个特定候选人 他们的签证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一事件强调了加拿大政治提名竞赛是民主系统中的薄弱环节 容易受到外国干预的影响 文章呼吁对提名竞赛进行规范以防止外国干预 在另一方面 The Globe and Mail还报道了加拿大公司内部交易的最新动态 这里Energy的董事长Craykinson投资了158 000加元购买公司股份显示出对公司的信心 而Chemico Cortico Pacey Mines Taxi Sinkong公司的内部人士则有出售股份的行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高管通过出售接近历史最高点的大盘股票 净赚了240万加元 这些内部交易活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线索 总的来说从银行业的乐观前景到加拿大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 再到公司内部交易的洞察 这些报道揭示了加拿大市场和政治领域的多面性 这些动态不仅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 也对加拿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提出了重要的思考 在一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 从全球市场的波动到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 每一个事件都在塑造住我们的世界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市场正在紧盯住欧洲央行一席比期待其确认在6月进行利率削减的消息 以100%的几率预测6月将削减25个基点的利率 因此来自ECB的绿灯对于维持市场情绪至关重要 然而地缘政治的动荡和供应中断导致油价上涨 这给货币当局的生活带来了复杂性 除了ECB外 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其他央行预计将保持利率稳定 而在加拿大国内The Toronto Star揭露了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与各省省长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鲁多在气候变化和社会支出方面采取的单边行动 正在加深他与国家省长们 包括他自己的自由党省长们之间的鸿沟 特鲁多2015年选举时的承诺是改善联邦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合作 然而现在却面临着逆转 碳价格政策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一些省长将其标签为碳税并加以反对 此外省长们还批评特鲁多在未经省份同意的情况下 宣布投入250亿家人197亿美元用于住房和儿童保育等社会项目 特鲁多对批评炙肉网门 坚称加拿大人希望看到关键问题的行动 然而省长们的挫折感正在引发对国家统一的担忧 在The Globe and Mail的另一篇报道中 加拿大情报官员发现 2018年末或2019年初 中国官员在加拿大向威胁行为者转移了约25万美元 这笔资金转移是由已知和怀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相关威胁行为者在加拿大 包括PRC官员所进行的操作的一部分 旨在推进PRC在加拿大民主机构中的利益 报告还指出 11名政治候选人和13名政治工作人员受到了影响或牵涉其中 这些揭露是外国干预调查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从全球市场的波动到国内的政治纷争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连接互相影响的世界中 无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决策还是国内政策的变化 都可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保持警觉和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加拿大房屋建设的热潮终于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加拿大政府已经投入了60亿家元到一个住房基础设施基金中 并将其交付给那些同意增加密度和加强建筑规范的关键条件的城市 这一举措是在加拿大岸阶级房屋公司预测到大驴26年 住房开工量将年均约23万套之后做出的 这显然是一个大胆的步骤 旨在解决加拿大日益严峻的住房问题 然而当我们谈论到住房和基础设施时 不宜忘记加拿大原住民的权利问题 《环球邮报》另一篇文章提到了最高法院在Dixon v 翻台贵禅First Nation案中的裁决 这一裁决引发了关于加拿大原住民权利 与宪章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 Cindy Dickson挑战的是所有酋长和议员 必须居住在其领土上的要求 她认为这违反了她在宪章下的平等权利 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宪章适用于原住民政府 Dixon 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VG F1没有权利歧视他 这裁决凸显了加拿大社会中 对于原住民与其他加拿大人 享有相同权利的迫切需求 与此同时CBC报道的阿尔伯塔省政府 对于新的联邦住房和基础设施资金的条件 表示反对 联邦政府为解决全国范围内的可负担住房危机 而设立的60亿加元加拿大住房基础设施基金 其附带的一些条件让阿尔伯塔省的内阁部长们 感到部长们感到不满 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在新的或重新开发的社区 建设或升级水 废物收集基础设施 阿尔伯塔省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这一分歧 凸显了在推进解决住房问题的过程中 不同政府层级之间可能存级之间 可能存在的协调和合作挑战 这些报道揭示了加拿大在推进住房建设 和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如何确保原住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 以及如何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这些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各界 以及原住民社区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和协商 寻找平衡点 确保所有加拿大人 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共同繁荣发展 在加拿大住房危机 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称 加拿大政府承诺投入15亿加元 以保护租赁单元 并使住房更加负担得起 这是政府为解决该国住房危机 而做出的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 负担得起的住房倡导者 呼吁简化新建筑审批的官僚程序 以增加供应 但表示政府本周的资金宣布 包括60亿加拿大住房基础设施基金 和150亿加元 用于租赁公寓建设贷款计划 仍然不够 加拿大岸阶级住房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 到2030年加拿大需要增加350万套住房单位 红一媒体还报道了一系列商业与投资新闻 其中包括福特汽车公司宣布 将其安大省奥克维尔工厂的电动车EV推出 延迟两年至2027年 在另一方面 由于加拿大人转向折扣零售商 以减轻通胀带来的挑战 Dollarum Inc. 第四季度的利润增加了24% Taylor Swift首次加入福布斯世界亿万福翁榜 估计财富为11亿美元 Trans Mountain石油管道扩建项目 将于5月1日投入商业服务 而在住房领域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了一项计划 允许广泛建造四合院以帮助缓解住房短缺 另一篇文章关注的是加拿大总理的官邸 24色6 drive 自2015年以来由于严重的破损和安全问题 这座官邸一直处于空置状态 前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和斯利芬哈珀提出一项提议 建议通过发起筹款活动来为恢复24色6 drive 筹集资金类似于捷机肯尼迪为恢复白宫所进行的筹款活动 这个提议在加拿大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有些人认为应该将资金用于更紧迫的问题 而其他人则认为恢复24色6 drive 将成为加拿大人的骄傲 恢复现有结构的估计成本为3700万家人 但也有人建议应该拆除该建筑 由加拿大建筑师设计一个现代化的家园来替代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住房供应商业投资 还是国家象征性建筑的维护方面 加拿大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决策 政府的资金承诺和策略调整反映了对当前问题的回应 但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资源分配和优先事项的广泛讨论 在解决住房危机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象征的同时 找到平衡点是加拿大社会和政府共同面临的任务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有几篇引人注目的报道 涉及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展现了不同组织和国家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方式 首先for unpolicy 报道了美洲国家组织波沃艾苏之波沃艾苏 对秘鲁民主状况的关注 秘鲁总统经了波罗沃替您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指控 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该国民主机构受损的担忧 美洲国家组织过去在解决危机方面有助显著的成效 例如在威迪马拉的情况 并被视为促进地区民主和人权的关键力量 在乔拜登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已寻求加强该组织 并在成员国之间促进共识 另一边向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了 加拿大成为伊朗政权官员的避风塔 伊朗前副内政部长Sai Siamong-Somali 因违反人权而被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定为不受欢迎的人 并被命令遣返Somali的到来 以及随后对伊朗政权官员的调查 凸显了加拿大在面对国际人权问题时的立场和作为 文章质疑为何加拿大会向伊朗政权官员发放签证 以及为何在马萨·阿米尼之死后才决定这些官员不受欢迎 再来The Globe and Mail也报道了 加拿大税务局CR发送明镜片 以提高对未充分使用房屋税有益气的认识 这项税收对外国拥有的空置或未充分使用的房屋征收年费 但该举措因政府宣布的修正案将主要免除国内房主的申报要求而受到批评 税务局的民信片引导纳税人访问一个有关UHT的网站 但一些会计师表示 该网站在确定纳税人是否需要提交UHT申报方面并无帮助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国际社会在面对政治和社会挑战时的多样化反应 从美洲国家组织对秘乳民主状况的关注 到加拿大对伊朗政权官员的处理 再到对未充分使用房屋税的争议 这些事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在保护民主、人权和公平社会方面的努力与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prefit 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好 OK